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是改时间 而且也改了票价 台铁7月16号要大改点 约有500到600列次的行车时间会调整 而且同时台铁会首度实施自强号的差别费率 以DMU柴连旧自强号最常跑的台东到台北来说呢 单程的票价渴望降价3%或5% 大约是降格24或39元 配合瓜东铁路电气化通车 普悠马号将会首度开进台东 而且台铁7月中除了大改点之外呢 自强号也将会采用差别费率 希望提高民众搭乘旧的自强号的意愿 来解决普悠马号还有泰鲁格号一票难求的问题 不过呢由于台北到台东的这一趟 搭普悠马号只要三个半小时 但是搭旧的自强号却要五个小时 有乘客就说多搭一个半小时 只为了省纳几十元 这个诱因实在不算大 我们下期再见